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星月天 光月月 天言不思今归神 千笑共醉心首 万民成色 孤传亲 兵孤传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嬷嬷 你看 夜光皎洁 波光连连 真好似天上美景啊 三公主 三公主 上次赏月曾将耳环掉入水中 这次还是请三公主将圣上亲资的一株串摘下来 再尽情地玩耍吧 再尽情地玩耍吧 说得也是 三公主 起风了 我给你取剑披风来 嗯 有贼 抓住他 抓住他 抓贼 抓住他 抓住他 人呢 人呢 这青春江的景色 真美啊 是 老爷 快来看呐 江中打捞上一具尸体来了 快看呐 马容 走 咱们看看去 老爷 你又要关闲事了 来 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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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事 没事 你看 带你看 是吗 这是谁做的命呀 哎呀 真惨 你认识到不 哎呀 请问老丈 死者是什么人呢 哎 青春客店的账房 戴宁 多好的个后生啊 不是 哎 让开 让开 经常帮我 这是 啊 这贵的 戴宁哥哥 戴宁哥哥 贵孙子呢 这 投走了我二十两银子 还 还拐走了我老婆 老丈 他是什么人呢 戴宁的掌柜 他叫魏城 是有了名的 铁公鸡 哎 这姑娘是什么人啊 是魏城的 闪开闪开 将尸体抬回军战 魏城跟我们一起走 快 快走 哎 哎 他投走了我 银子啊 哎 哎 大人 死者乃是镇上百姓 理应县衙审礼 为何压去军寨啊 哦 先生 是外乡人吧 哎 这大青川上 有一座皇家行宫 叫碧水宫 所以 这里的一切军民政务 行民官司 都由碧水宫的 玉林军迎寨管辖 老爷 马我已经迁到马棚去了 哦 客官来了 啊 啊 客官好面熟啊 哦 哦 今天在江边上见过你 哦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紫倩 请客官上房歇息吧 好 客官去洗脸 嗯 老爷 嗯 我出去一下 好 我去为客官准备饭 好 我已禀报老爷 请稍后 哎呀 请你快一点 我有急事 请你快快通 就来就来 老爷 有人请您 啊 什么事啊 这位 啊 先生 我家老爷 深染重病 特命小的 引寝先生 请先生 速速上轿吧 嗯 嗯 嗯 请啊 嗯 嗯 嗯 大姐 你是何人呢 梁大夫 请进教细说与你 哦 好 哦 大姐 我们这是要去何处啊 我是凤蜜 招你进碧水宫的 碧水宫 梁大夫 有几件事 你不要忘记了 这有一药箱 那有四包药丸 和一大方切 如果有人谈问你 你就说 是郭二爷叫你来的 专职效率病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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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好 请这边走 好 梁大夫 三公主 微臣参拜三公主 请狄亲停身 一边落座吧 谢公主 狄亲 我招你进宫 有一事相求 此事关系我身家性命 望狄亲万物推辞 救我出水火 臣当竭力小老 万死不辞 但不知 你们都退下 两天前午夜 我在宫中 梁亭赏月时 曾将圣上亲赐的 玉珠串摘下 放在梁亭内 谁知 竟被人盗走了 公主殿下 为何将 玉珠串摘下来 放到梁亭内呢 上次赏月时 因探头庭外 曾将静耳环 掉入池中 因此 故而摘下 那宫内可曾严加搜查 搜查过 但不见玉珠串踪影 真正急死人了 请公主 不要着急 带微臣慢慢查法 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不行啊 嫡妻 三日后 乃父皇受担 代手之礼仪 赵立须佩戴玉珠串 若不见一株串 父皇怪罪下来 我担当不起 故而心急如焚 三天 请狄大人 素拿主意 还望狄妻严加查法 误破此案 迭悟了三日后 父皇的手弹 为解公主之威 臣宁死不辞 只是 这宫廷种地 我 王嬷嬷 照我说的形式 狄大人 请拖下长身 这 狄青从命 是 黄灵媚 由我亲笔自欲 一旦捉到盗贼 追回玉珠串 既以黄灵为凭进攻 谁也不敢妄加阻拦 是 狄青 我的身家性命 虔诚 可都托付于你了 臣 遵命 在路上 什么人 是 好 妄 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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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卫营 老爷 这印符明明是锦衣卫的 为什么他们请您进宫就医 又没有人暗害您 这是何道理呢 老爷 你想得看 您还是 老爷 您是蒲羊自食 这青春镇的事您可以无需多问 再者 您上任以来 公案接连不断 身体又操劳成绩 为此 夫人才劝您到青春镇一游 一解连日烦恼 可您 一到青春镇就遇上了 戴宁被杀一案 此案尚未投许 三公主又丢了御珠串 还要老爷三日内破案 一小的看 御珠串一案 可是事关重大 非同小可呀 望老爷三思而后行 那么 以你之间 离开青春 速回蒲羊 为什么 老爷 责任重大呀 两岸尚无头绪 在黑松林 您又险遭不测 再说 今天夫人又来信 催您回去 老爷 没官者 如不能扶正出邪 被黎民百姓除害深渊 岂不违逆天理 被诗人唾骂 老爷 更何况 还有三公主的旨意 老爷 您德高望重 一杆天地 可是小的 还是万分忧虑 好了 二龙 明天一早 你就回浦阳吧 老爷 老 老爷 你回浦阳 找了夫人去吧 老爷 马荣 不能离开你 就是赴汤 刀火 小的都在所不死 何况 老爷对我有救命之恩 老爷 免得小的跟随您多年 您就留下我吧 小的实在是为老爷担心的 老爷 马荣 马荣 我何尝不知道 此案封建很大 说不定案件未了 我就要神败名列 祝连满门啊 老爷 可是为了大唐的朝纲 为了伸张正义 为了百姓的安慰 我敌人姐就是碎尸万段 也在所不辞 老爷 紫芊 紫芊 紫芊姑娘 我问问你 楼上那位客官是谁呀 不知道 我是给他送衣服去 他是位大夫 今天才来的 梁大夫 梁大夫 我叔叔放回来了 哦 好 你的衣服洗好了 好 有劳你了 紫芊姑娘 紫芊姑娘 刚才在院子里跟你说话的那个人 他是谁呀 哦 嗯 他叫郎刘 是个经商的 家住在杭州 是我们店的常客 哦 在镇上啊 开了一个绸缎店 哦 大夫 您一住店 他就问您 哦 可您呢 又打听他的消息 你们认识 不认识 哦 也许在哪见过 哦 对了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 就是那个狼刘啊 看中了我家婶婶 哦 可婶婶不愿意 婶婶啊 喜欢带您哥哥 哦 不知怎么的 近一个月来 那个狼刘 对带您哥哥特别好 叫他喝酒 赌钱 还借给他银子 哦 纵能店让他 几十两银子 喂掌柜 你受惊了 那些贵孙子 说我去干什么 带您偷了我的银子 还拐走了我老婆 他死了活该 关我什么事 嗯 这些东西都是从军寨取回来的 是啊 银子没了 就给我剩下这些不值钱的东西 嗯 怎么 还把算盘跟账本也偷走了 是啊 这些不值钱的东西 投机它有什么用啊 嗯 会掌柜 嗯 我久闻着大青川江上景色秀丽 今天气候宜人 我很想到江上一游 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找到一位船夫啊 客官这 这不难 这不难啊 子歇 子歇 哎 叔叔什么事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这是我们青川江一带 有名的女烧宫啊 哎呀 叔叔你 子歇姑娘 嗯 你父母在哪里 怎么跟叔叔度日 父母原本都是青川江上水上人家 我因病双双起事 只好跟随叔叔度日了 你叔叔平日带你如何呀 他这个人呐 可小气刻薄了 婶婶又坐视轻浮 还经常挑逗戴宁哥哥 看来你婶婶皇室与戴宁私奔是真呢 啊 不对不对 我婶婶有疑 可戴宁哥哥不肯 哦 只是近来变得神情恍惚 经常酗酒赌钱 有一次 带宁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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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宁兄弟 今儿个又喝多了点吧 哈哈哈哈 啊 一条狼了 滚出去 你 带宁 放明白点 你欠我六十两银子不说 你还和老板娘通金 我要是到县衙门告了你 你这不是逼他的命吗 可还有人逼我的命呢 醒带的 你两天交不了差 小心你的脑袋 别怕 大胆干嘛 到时候 有人接应你 哼 老爷 到了碧水宫了 紫千姑娘 把船划进去 哎呀 使不得 使不得呀 哎 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这是碧水宫 皇宫的地方 上一次 带宁哥哥 非要我划到宫墙外 结果 宫墙上的剑 一个就在乱放 要不是带宁哥哥 和我的水性好 早就没命了 带宁还会水性 啊 青山江一带 你打听打听 谁不知道 我带宁哥哥水性好 哎 还会在水下换气 可以在水下 别操把石称的 姑娘 你知不知道你 带宁哥哥 曾经拿到一串 玉珠啊 不知道 这玉珠 乃是皇宫中的国宝啊 皇宫的国宝 带宁哥哥 竟敢偷盗 皇宫的国宝 没有内应 带宁是万万进不去 碧水宫的 更何况 偷到玉珠串呢 那又是谁指使狼流的呢 狼流乃一商人 碧水宫 他是进不去的 他又怎么知道 三公主在那天晚上 要在梁亭赏月呢 你这个废物 玉珠串 为什么没有到手 你若不交出玉珠串 上年怪责下来 你可是我没命了 我真的没见玉珠串 但待你至死 没说出玉珠串藏在何处 你一定是杀了我 我也不知道 对 不知梁大夫大驾光临 又是远迎啊 多有打脚 请 请 不知梁大夫来此 有何见叫 退下 梁大夫 请讲 我是为玉珠串而来 什么玉珠串 郎掌柜 杭州府是你的天下 可这青川镇 九州六庙七十二尊菩萨 你可就人地生疏了 你来青川镇的所作所为 难道能瞒得了我吗 梁大夫不看僧面看佛面 小人若有不到之处 还请梁大夫宽恕啊 你瞒得了你瞒得了蒙面人 瞒得了我吗 玉珠串八十四颗 我说我们俩一人一半 这样老佛爷那儿也好 有个照应 不然的话 你休想活着 走出这青川镇 你们是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昨晚的戏 该收成了 这玉珠串吗 我 玉珠串我一颗也没见 玉珠串一到手 你们就把戴宁给打死了 戴宁是他们打死的 不是我干的呀 你说 戴宁把玉珠串交给谁了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这么说 活只见人 死只见尸 玉珠串是不翼而飞落 梁大夫 是戴宁他们干的 我确实不知道 你们来问我要玉珠串 蒙面人又来逼我 我 蒙面人是谁 不知道 听人说是老公公派来的 上上受胆之日 即将来临 即将来临 届时老夫将陪三公主 敬敬赫寿 如果三公主佩戴的玉珠串 被人盗走 那时三公主和康文秀有好戏看了 郭大人 你昨日曾派大夫进宫中治病 没有啊 是 是我 你在偷听 不 不是的 我是给三公主取衣服 路过此地的 来人 把他打入水了 李公 你 走 大人 朗刘不在屋里 走 你家主人呢 我不知道 大人 饼嘎大人 朗刘在大厨后面被人勒死了 啊 朗刘呢 大人 我们来迟了一步 有人先下手了 哦 这是想杀人灭口啊 朗刘的帐篷呢 哦 小人在 今天晚上 有谁来找过朗刘 就是那个蒙面人 哦 大人 您看 把尸体和帐篷带回去 遵命 带走 走 大人 大人 快走 大人 您 走 梁大夫 你不是大夫啊 我啊 是大夫 是来治病的 也是来找狼刘讨债的 大人 您看 好 好 快把船滑过来 快滑过来 滑过来 滑过来 你们干什么去啊 嗯 我们去钓鱼 什么 钓鱼 哪有深夜钓鱼之理啊 姑娘 你怎么这个时候到这儿来了 我见你们二人深夜外出 我见你们二人深夜外出 原来你们是想偷船呢 此前姑娘修咬戏眼 我们有急事 要用小船 你肯帮助我们吗 你肯帮助我们吗 大人上船吧 请 哎 大人 往哪儿划呀 呃 呃 只求你把我们划到西北角 水门下 哎 来到带您哥哥进宫通玉珠串的地方吗 对 老爷 您听 嗯 有人在哼哼 嗯 此前姑娘 快上这边划过去 嗯 走进口里 快快 嗯 王某某 嗯 王某某 你怎么在水牢里 是谁把你 啊 灌在水牢里的 啊 啊 是 是狄大人吗 是我 狄大人 快告诉三公主 是雷公公他们偷了一株串 加害三公主啊 哦 是雷太监 哎 狄大人 快 快走啊 好 王某某 你全切忍耐一下吧 待我明日 破了玉珠串业案 再来接你啊 我走了 快走 好 啊 啊 原来 您就是为民除害的狄大人 嗯 嗯 多怪小女子不认识 忘迪大人恕罪 啊 啊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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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前姑娘 嗯 待您生前 跟你提到过 玉珠串的事吗 他临走的前一天 曾高兴的告诉我 他要以猪换金 哦 他走的时候 带的什么东西 晚上 他打点包袱的时候 我曾问他 金子在哪 他向我指指包 我打开看了看 只有几件旧衣服 还有您见过的算盘和帐本 我问 怎么没见金呢 他哈哈大笑起来 说我 有眼无珠 有眼无珠 啊 啊 自前 快划 回青川客店 有眼无珠 有眼无珠 今圣上将旨 卓本官来青川镇避水宫 勘查国宝被盗一案 你二人都是宫内外主管 肩负护卫三公主的重任 如今国宝被盗 你二人可知罪 悲知明白 所幸黄恩浩荡 本官所到之日 已将此案勘查清楚 今日 你携二位去碧水宫参拜三公主 一同解破此案 钦差大人 被侄斗胆问一句 这玉珠串是否已经找到 凶手已经抓获 玉珠串已被追回 此案与青川镇的待宁有关 二等速随我一起去青川客店 起轿 起轿 蒋卫成带上来 戴卫成 卫成 你可认识本官呢 说 你不是梁大夫吗 卫成 为了勘破此案 本官才乔庄探访 那天我见你在殿内翻看皇室衣物 本官断定 皇室并没有与戴宁私奔 只是你屠材害命 嫁祸于人 将你其皇室脱狼流卖于外地 马荣 在 将戴宁的衣物取上来 随便 是谁盗走了玉珠串呢 就是青川客店的戴宁所为 戴宁是受狼流的重金收买 按照一个蒙面人约定的时间地点 潜入碧水宫 趁三公主良亭赏月摘下玉珠串之机 将其盗走 好主事 啊 你知道蒙面人是何许人也 大人 这与卑职何干呢 与你无干 那么 在三公主招我进碧水宫之后 你却派人去黑松林杀害我 却是为何 请问 秦柴大人 你有何凭证 马荣 拿凭证 哼 回禀秦柴大人 这印符是真 可这 两个锦衣卫早在半月前就逃之夭夭了 他们杀秦柴是何人所遣 这个卑职确实不知啊 哼 那你为何杀死狼流 我不认识什么狼流 船证人 船证人 大人 我来问你 你可认得此人 听声音 他就是那晚来的蒙面人 哼 将他拿下 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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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狴大人 今日 你可是春风得意 盛气凌人呐 哼 可我还记得 你在今世几次被圣上贬摘的情景 狄大人 别忘了 你有秋风落叶之时啊 厌雀安之 洪湖之至 我狄某自为观之起 早已将生死荣辱 置之度外 你修要卖弄你的奸人权势 与我从实招了 未见玉珠川 卑职无可奉告 要见玉珠川也很容易 取监水来 戴宁很有心计 他知道不交出玉珠川 狼柳和蒙面人绝饶不了他 因此呢 他就把玉珠川拆成84颗 做成了蒜盘 带您使用猪杀汁调和金墨涂在了每颗玉珠上 然后 然后串成了算盘 这就瞒过了所有人的眼睛 你还有什么可说 你还不招 大行伺候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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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嘴干万死 是我装满成蒙面人 只是老刘 倒走了玉珠川 受何人指使 讲 今世关幻 让雷公公撮合三公主的婚事 可三公主不从 偏偏看出了康文秀 为此雷公公之时盗走一株串 以逼迫三公主答应成婚 将害康文秀啊 居心险恶 让他化妄 收起 走 雷公公 钦差大人来到 他是何人呢 敌人节 啊 雷公公 被参见 钦差大人 雷公公 你 还认得我吗 没想到 时隔两日 警示良大夫 已经 成了钦差大臣了 我也没有想到 我 内宫的雷lara 雷 details ID 属于 盗窃易珠串 迫害三公主的 幕后凶手啊 下头 大人果然身手不凡啊 锦晨 我见池中白脸突然枯萎 便知 对你有人事相应啊 世人萌生恶念 明明有刑法制约 可是暗中却像有鬼神相随 吴大师天理昭昭 不可其惑 雷承风 你不知自爱才有今天啊 老秀风拳残主 有何 联系 但靠几粒晚散维持残胜啊 狄大人 既然好主事已经放在你手里 那就让他随同老朽一起到酒泉去 不知不知不 呃 呃 呃 请 谢公主 谢公主 狄青请坐 是 月珠串 可曾到手 公主 公主殿下 吉人天相 洪福齐天 请过目 快撑上 谢狄大人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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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珠串一案 仰仗狄大人 鼎力相助 就我身家信命 我定向父皇立剑 为狄青 祭功 谢公主殿下 臣为公主效劳 誓死不死 臣 无有非分之想 我只想 即日返回浦阳 料理公事 先将 皇陵 圣旨 奉还 公主殿下 谢狄大人 救命之恩 七感 七感 我只不过是为 公主殿下 效劳而已 康将军 在 下旨金殿 百叶 为狄大人 庆功 末将尊致 谢公主殿下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